新竹新空会大楼火掉初步结果出炉 烟盘是电缆线短路引发火灾 但民众认为疑点重重 起火点在地下一楼的管道间 因此洒水泡沫设备无法起作用 烟雾直直冲上 管道间为了通风没有隔间 多走两名应用警销 火灾最一开始紧急供电设备启动 让楼梯间的排烟闸门开启 抽风机也正常运作 只是过没多久备用供电系统被烧毁 烟雾无法排散 那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地下室电缆线起火 造成有扩大的情况 有可能像造成排烟机在当下停止动作 备用电源设备也烧毁 但一般使用的电与紧急供电 应该要各自独立也要分开配置 但这一次火灾的情况 连备用电都一起烧 这个可能就是像是管道间里面的配置 因为毕竟它是闲路的东西 那当然如果依照一般的话 它是有一些线是必须要隔开去放 用103年的法规来看 必须符合防火阻炎耐热 大楼只有九年屋龄 气密效果及电缆应该都比起旧大楼更严谨 主委也表示每次检验都有合格 会短路是电线负载过重 还是绝缘出了问题 不管是在消防设备或说你讲的 那个管道间的设备 一定都是符合国家的消贩的规范的 民众认为要好好确认防火阻隔 有没有失效 还有主要供电 备用供电及管道间的位置 是否有配置不当的情况 消防安检虽然都有过 但是否还要再做得更完善 这些都得要好好厘清检讨 通常在大楼里面会有像这样子的管线间 把一般的电缆线和其他的管路做区隔 不过因为是上下联通的关系 因此只要有其中一层楼市发生火警 就很有可能烟会往上或往下窜 因此像相关的这些联通道 都必须要有防火措施 管道间又称作塑形通道 里面包含电缆线和水管等等的管路 因为是整栋共用 所以上下联通通常会在每层楼 使用防火材质 包括防火束带 防火泥 防火延免等材料来密封 火灾发生时可以阻隔避免蔓延 也能有效防止农烟乱窜 如果你把它填塞起来 那烟就不会流窜 没有说多久的问题 像是电缆线比较多的大楼 线路密集大多会整线 集中发生短路破损 也能比较快发现源头 但除了建筑石确实密封管道间 可以有效降低火灾的严重性 加装其他防火设备 更能预防火灾发生 法规规定管道间空间大于一平方公尺 必须设有感知设备 没有每层区隔的大楼装在顶楼 如果有确实层层密封 每层楼都要装 另外电缆线和开关 也要选用耐热90度以上的材质 降低走火风险 避免发生火警 烟囱效应很可能导致火势越烧越旺 因此买房时得注意管道间的设计 除了防火措施 也要注意是否有噪音或是音音传出 避免影响生活品质之外 就怕发生意外时 没有保明作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受災户身穿雨衣雨鞋 戴上头灯手套 火災过后难免一脸疲惫 全副武装集合 准备上楼拿东西 最熟悉的家全变了样 拿些哪些重要的物品 比如说呢 比如说贵重物品 像是手机之类的 东西都是用个塑胶带装着 要进去要用那个鉴定桥组 要陪着上去 因为怕破坏现场 那个是有的东西 保命要紧连手机都来不及拿 经过一夜休息 住户再次回家 主要都是拿一些换血衣服 还有拖鞋 但时间有限 没办法慢慢挑选 还有些人连家门都进不去 电子所谋上厚厚一层灰 大停电根本打不开门 偏偏被用钥匙留在家里 这下什么都拿不了 只能关心一下 大家门口的载损情况 幸好事发当下不少住户 都有用湿毛巾塞住门缝 滴到浓烟进入家中 保护家具装潢 没有毁损得太过严重 但门一打开 梯亭走到面目全非 地面厚厚一层积水 天花板还滴个不停 白色门框墙壁 还有消防设备 南逃黑烟侵袭 一楼大厅的大理石地面 几乎被灰尘覆盖 只留下住户仓皇逃生的脚印 而起火点的地下室 工作人员出动抽水机 一边扫水一边吸 受灾户有家归不得 满腹委屈 只能咬牙紧撑 暂时回不去 也无法清理 想重新住进温暖的家 还得再等等 TVBS新闻 吴俊伟 陈世民 李洁 蔡幸宇 新竹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